美食話題我們今天要帶您來看到 隱藏在巷弄內的超澎湃蓋飯 大火爆炒滾水汆燙 用的全是最新的海鮮食材 隱藏在基隆傳統市場裡的小攤商 料理幾乎全是很老啊 除了最知名的海鮮蓋飯 最受歡迎恐怕就是這碗 南豬寒蓋飯 這個是小孩子的創意 他之前他有做過居酒屋 就是結合我們的當地的海產來配合 我們標榜的是新鮮啊 配合那個卡麥店 卡麥店有賣我們才有賣啊 其實喔 國人的大台北地區 你要找到一百多塊 你都這樣子 這麼豐富的料滿滿的喔 你看蝦子滿滿的這個醃製蝦 滿滿的蚵仔 排霸王 全部都是一百多塊兩百塊 相當新鮮 味美價的 可以 跟台北比起來差很多 不管是滿滿一碗超澎湃的 海鮮蓋飯 或是灑上魚卵 鮪魚壽司捲 攤子催小 價格實惠 店家用料卻相當大方 老闆說因為小店就在 基隆勘宅頂魚汁旁邊 隨著季節變換 店裡還有不少隱藏版菜單 除了基隆有超澎湃的海鮮蓋飯外 桃園市的小路上 也有令人驚豔的 咖哩炸蝦蓋飯 不過這款料理 可是老闆不經意的創作成果 原本做臭豆腐 對 但臭豆腐一直被檢舉 後來我們覺得以和為貴 所以我們臭豆腐就不賣了 然後改做咖哩飯以後 就到處去吃各間不同的咖哩飯 炸蝦咬下去那刹那 滿酥脆的 然後裡面的蝦很新鮮 對 然後軟Q 很滑嫩 濃濃的咖哩飯店底 在用十隻新鮮炸蝦繞一圈 中間放上一朵清爽的花椰菜 華麗的咖哩炸蝦蓋飯 讓饕客們吃了還想再吃 其實台灣美食不在大飯店 隱藏在民間的好料理 才會真的令人驚豔 記者黃玉杰 謝祥林 基隆桃園報導 小腹